非法民宿 然后每次都把车停车 造成我们这边出步 停车困难 住户边拍边抱怨 要回家停车好难 通道被堵住 车子也过不去 每次都这样子 就直接在那马路中间 然后也不告知客人 这不是停车场 这是马路 看来这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 男子往前走 就是这个通道 地上也喷白漆 这是公共通道 却被民宿当成停车场 刚问了他们的客人 他们说 民宿没有告知说 这边不能停车 这是恒春在地住户指控 这家民宿霸占马路 让房客停车 侧边还增建了游泳池 压缩道路的宽度 阻碍居民的出入 质疑这家民宿不是合法的 重回现场 通道没有车辆 前一晚民宿被包洞 会把车停在这边吗 不会 不会啦 他就叫我们不能停车 有跟你们讲就对了啦 不可以现在有点 有算力了 如果这家路路 是人家出力不算停车 我们都会说 这处通道属于 恒春镇公所所有 民宿管家说 旅客下榻都会告知 此处禁止停车 而民宿的执照 还在申请中 被指控霸占通道停车 业者说会改善 会叮咛旅客 避免再造成住户困扰 东森新闻于家雄 在屏东的采访报道 在屏东的采访报道